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鹿江青春主持人 我是孔晨君 我是艾仙桶 我是李晨桃 節目今天要帶大家了解一件鹿江炸小事 那就是你有經過IOC嗎 我們的奧運生活終於傳遞到鹿江 現場人山的湯 接下來就要讓我們歡迎 幫你一幫回演那組 王思潔 詩玉涵 歡迎歡迎在了解你們的IOC之前 我們先來個搶答遊戲吧 你們誰是維也納女神 第二題請問維也納是哪個國家的首都 第三題只有因為說出兩個回到二弟弟的國家 Italian German 看來各個國家能去世代發 就讓我們先來瞧一瞧 模擬二月委員會的精彩片段 我們知道你們介紹了維也納的優勢 包括交通經濟氣候 讓我們也想知道 在正確奧運舉辦權上 你們的國家需要克服什麼困難的運作 才能成功過去舉辦權 就是我們國家的償款就是很少啊 然後面積也不大 可能容大那麼多觀眾 而且那個運動的項目也有限 大家各個實在必須 相信也能克服更好的 看到你們的團座喜新協力 分工合作 有沒有那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的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在初選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的事情準備 就是也沒有到很熟 然後上台也是很尷尬 然後可是到後來就是有多幾次培訓之後 我們就就是墨西園也好 就是只要就是死了也可以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就不需要再太多的一些問題 哇 真是精采 聽得都想繼續聽 這次很榮幸邀請到 威也納國家代表到現場 讓我們了解到各個國家 不僅激進參與體育運動 也激進爭取奧林比特區辦權 更激進的掌握自己國家的發展 希望能力體育得 產生最大效益